马拉公益大学因为出现疏漏 导致11891名申请者的身份证和电邮完全外泄 大学管理层立即采取行动 透过更新系统顺利的封堵外泄源头 并向大众郑重道歉 一名推特用户早前揭露 有11891名马拉公益大学申请者的身份证号码以及电邮 透过大学的管道公诸于世 当时民众只需要透过网络搜寻 就能够轻松找到外泄的申请者个资 网民炮轰 马拉公益大学没有使用可信赖的软件处理这些敏感资料 对大学不专业的做法大感失望